卖迪逊大道是纽约曼哈顿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 实行北行单行道交通 它南起23阶的卖迪逊广场也因此得名 北到138阶的卖迪逊大道大桥 在57和85阶之间的卖迪逊大道被认为时尚街 这一区域聚集了著名的时尚设计师和高级理发店 卖迪逊大道不属于起初1811年纽约市规划的街道山格网的一部分 1836年在前第四大道公园大道和第五大道之间开辟了这条道路 美国许多广告公司的总部都集中在这条街上 因此这条街逐渐成为了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 纽约曼哈顿的街道有大道和街两种命名方式 大道通常为南北巷 有绿化带 较宽且多为商业区 繁华热闹 街道则常为东西巷 少或没有绿化带 较窄且多为住宅区 ST是大街 另外PL在美国街道中代表比较小的街道 CT就是比PL更小的街道 是个转角的街道 时代广场是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繁华街区 因纽约时报早期在此设立总部大楼而得名 俗话说不到纽约算不上到过美国 不到时代广场算不上到过纽约 时代广场是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旅游景点 这里在任何时候都有大量的发光广告牌 以及提供24小时服务的商家 夜间也灯火通明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步行区 因此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落口 也是世界娱乐产业的中心 时代广场位于百老汇大道与第七大道会合处 从西42至47街 整个广场的形状像一个蝴蝶结 时代广场附近聚集了近40家商家和剧院 是繁盛的娱乐及购物中心 也是百老汇剧院区的中心 大量耀眼的广告宣传版 已经深入成为象征纽约的标志 反映曼哈顿强烈的都市特性 这些大屏幕足以震撼每个人的眼球 时代广场是纽约唯一在规划法令内 要求业主必须悬挂高量宣传版的地区 其中最著名的是纳斯达克总部 半圆柱形的巨型广告 不停地变换着黑蓝红的冷热面孔 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在内的世界多家新闻媒体 都在时代广场设有演播室和新闻中心 一些大规模的财金 出版和媒体企业在该区设立总部 每年这里还举办酱球庆祝新年倒计时活动 吸引全球目光 百老汇大道为纽约市重要的南北向道路 原意为宽阔的街 但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个名字是从荷兰语翻译过来的 百老汇南起巴特里公园 南北纵贯迈哈顿岛 有人认为只有迈哈顿岛内25公里的路段 才算真正的百老汇大道 但也有人认为应把位于 布朗克斯区的六公里也算进去 百老汇路两旁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剧院 是美国戏剧和音乐剧的重要发扬地 百老汇是音乐剧的代名词 百老汇的中心地带是在第42阶时代广场附近 周围云集了几十家剧院 在百老汇大街44至53阶的剧院称为内百老汇 而百老汇大街41至56阶上的剧院则称为外百老汇 内百老汇上演的是经典且热门的商业化剧目 外百老汇演出的是一些实验性的 还没有名气的低成本剧目 纽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艺术中心和娱乐的先锋 百老汇功不可没 华尔街是一条位于纽约曼哈顿 南部全长500多米的狭长街道 西起百老汇三一教堂 向东延伸至东河旁的南街 华尔街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的总部所在地 另外罗斯柴尔德财团 摩根财团 洛克菲勒 高盛集团和杜邦财团等开设公司的经理处 也位于华尔街 纽约市依靠华尔街成为了世界最具经济活力之城 和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 华尔街一词已超越这条街本身 成为对整个世界经济具有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和机构的代名词 华尔街上的建筑风格多以镀金时代为基础 附近地区同时也受到装饰艺术的影响 联邦国家纪念堂和位于百老汇街口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是街上最著名的建筑物 另外 意大利艺术家摩迪卡所雕塑的铜牛身长近5米重达6300公斤 无数前来观光的游客都愿与铜牛合影留念 并抚摸牛角带来好运 1989年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将这座后来举世文明的铜牛雕像树立起来 认为它是美国人力量与勇气的象征 数日之后铜牛被迁移到几条街之外的鲍林格林公园 第五大道是纽约曼哈顿一条重要的南北巷干道 南起华盛顿广场公园北底143街 自1907年第五大道协会成立以来坚持高标准 是第五大道始终站在成功的顶峰 第五大道上景点众多 由南至北有帝国大厦 纽约公共图书馆 洛克菲勒中心 川普大厦 圣帕特里克教堂以及中央公园等 此外由于中央公园附近有大都会博物馆和古庚汉姆博物馆等著名的美术博物馆等 因此被称为博物馆大道 在第六十街到第四十九街之间的第五大道则被称为梦之街 因为这里聚集了许多著名的品牌商店 是高级购物街区全球著名奢侈品的聚集地 其租金是全世界最昂贵的 第五大道也是纽约市民举办庆祝活动的传统途径路线 在夏季的星期日是禁止汽车通行的步行街 法拉圣位于纽约皇后区 近年来逐渐成为亚裔移民特别是来自中国及韩国等地移民聚集的地方 并发展出具有浓郁东亚风格的商圈 法拉圣这个名称源自荷兰西南方的一个名为法拉圣的城市 1620年由新尼德兰的荷兰殖民人士命名 近年来由于移民的涌入 使法拉圣成为纽约市族裔最多元的社区 在这里使用的语言超过150种 现在法拉圣成为纽约乃至全美最大的华人聚集地 法拉圣多元化移民的企业活力使皇后区经济新兴相容 十年来经济地位不断提高 法拉圣最初能吸引移民到此定居 是因为这里是皇后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法拉圣是7号地铁的终点站 有24条巴士路线经过这里 并且还能乘坐长岛铁路直通马哈顿 法拉圣在两条高速公路旁边 居住长岛 威彻斯特和新泽西州的华人 都会到法拉圣购物 布朗克斯是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之中最北的一个 人口不到200万 早年布朗克斯区居民主要以白人移民为主 1945年以后由于城市设施老化 原来的白人迁出 取而代之以非洲裔和拉丁美裔为主 如今的布朗克斯各社区差异巨大 既有贫民窟也有中产阶级以及富人社区 布朗克斯南部是巨大的贫民窟 主要都是以政府楼构成 不过近年来该地区有很大发展 布朗克斯拥有最多公园用地 著名的美国职业大联盟纽约洋鸡队的主场位于此 纽约公共图书馆也在布朗克斯设有分馆 在马哈顿上中下城的用法和其他美国城市有区别 上城指的是北部 第23至59街称作中城 下城指的是南部 几乎所有东西走向的街道用数字标记 从南往北递增 马哈顿有两个商业区 一个是南部的金融区 另一个是新的中城商业区 由于第五大道位于马哈顿岛的中心地带 因此第五大道将马哈顿分为东区和西区 同一条东西向的街 在第五大道以西贯以西 以东则贯以东 马哈顿街命名体系 在西布朗克斯区也采用 虽然马哈顿只是纽约市的一个区 但很多本地人在提到马哈顿的时候 都会用城里来称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